所以我要带大家去打公共巴士啦 而且是有5G的 就是这个 一个普通人平时最常做的普通事是什么 就是打公共巴士 所以我要带大家去打公共巴士啦 而且是有5G的 所以我们 Let's go 就是这个 那后面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它写着一个中国电信5G第一车 那这个巴士呢 就是华为跟中国电信合作 目的呢就是要让你提早试验一下 5G在公共巴士上面 会让你有什么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我们现在上车 现在我车已经在巴士了 马上要开车 马上要开车 这边然后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大萤幕 加三个小萤幕 大萤幕里面的红点就是我现在搭着的Bus的位置 全球首条5G精品环线 旁边这边你可以看到巴士行走的时候 5G的网络状况 包括了Download Speed Average Download Speed 还有Download Speed 最高峰值 在时速40公里的公交车上面 5G网络时时速率达到了2G PPS 相当于20条百兆光线 同时满复合下载的速率 下载一部1080p电影什么的 完全就是小case 而旁边呢 这边就可以实时收看线上电影 还有云端游戏等等 就是你透过5G 你以后可能不再需要下载游戏 你只需要在云端上面 也就是website上面玩game就好了 之前我们不用 是因为我们觉得website 就是实在太慢了 你每次还要输入网址 进去之后它还要load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慢 那以后我们有了5G之后 你就不需要再等 输入你的username和password 其实基本上就可以开始游戏了 那之后以后 用了5G在云端上面玩游戏之后 你已经不需要再担心哦 你的手机里面还有没有位置 完全就是你想玩什么game 你就输入就好了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update上面的东西 那你还要等你的朋友一起update 但是你用了这个clock game之后呢 automatic由云端已经完成了 所以你只需要上去玩就可以了 这个是很game 总结来讲呢 就是说以后gamer完全不用担心 自己的手机上面有没有位置啦 你的手机support到这个game啦 全部想太过 有没有觉得这样子玩game很赢叻 以后大家可能就是这样子玩game了 那我们刚刚就已经过了一个单了 然后又过了很多很远的马路 基本上我发现那个网数 就是1.7到2.1hpbs之间这个东西 没有多大普通就是非常稳定 很快 好啊想我的视频的话记得关注我哦 拜拜 拜拜